深圳市口岸辦公室公布15項措施 建立更加便利的通關模式 其中包括在具備條件的口岸 貼至無行李通道或少見行李通道 減少旅客排隊等候時間 深圳口岸辦又說 會加強深港通關保障協同 依托智能客流分析和各項機制 根據客流情況加開查驗通道 當局也會優化跨境直通巴士 在上落客停靠點 和在口岸周邊增設的士接駁站 和網約車停靠點便利旅客通行